韩国官员说北韩已经接受了一项在这个星期举行有关防洪和家庭团聚问题的会谈 韩国统一部说在星期三举行的会谈中双方将讨论今年九月造成六名韩国人死亡的一次洪水事件 当时他们正在跨国界的河边露营和钓鱼 平壤说北韩境内临近江上一个大坝的水位突然升高导致不得不紧急放水 星期五的会谈将讨论诸如家庭团聚等人道主义话题 北韩最近准许恢复这个被搁置了近两年的项目 自从去年二月韩国总统李明博上台以来 朝鲜半岛南北方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